瑋瑜你好,我是憲政 因為你曾經有提到說永續發展這個事情 而且你也提到一個我認為還蠻重的一句話 就是說我們的一切決定都不能犧牲後代作為代者 那第一個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您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想法 或是這麼很嚴重 我認為有一點嚴重的字也去警惕我們大家 那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你有這麼深刻的一種文字表達 第二個,在你心目中所謂的永續發展的這種藍圖 或者是目標,那對標的是什麼呢? 這兩個問題 對標的是什麼? 對,就是你永續發展的藍圖 到底是以什麼為一個你的構思 在發展你的所謂的永續發展的藍圖 了解,好,所以它的坐標是對在哪個上面 這樣 都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第一個問題是說 我小的時候當時是沒有參政權也沒有投票權 那所以也就發現說 所謂的大人,成年人,政治運作等等 很容易就是代議政治它照顧有投票權的人 這是當然的事情 對,那但是我自己參與網際網路的治理 當時是14、15歲就開始參與 所以說從我參與網際網路治理的這種政治系統 這個就是剛剛講到選美一邊站 我們學理上說 開放式多方厲害關係人的這個系統 因為Internet它是靠大家自願參加 Internet既沒有海軍也沒有空軍 它沒有辦法強迫任何國家參加Internet 但到最後大家都參加了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這一套政治的方式去談出 讓大家接到Internet對後代都是比較好的 這種永續的看法 那你看我在15歲加入這個 但是我直到20歲才有投票權 所以中間有5年的時間 我可以說是我如果看到說 有哪些公共政策決定 感覺上好像犧牲比較年輕的人的話 那我在政治、民主、政體裡面 反而沒有辦法發生 我必須透過我的父母、我的長輩等等來發生 那他們對時間的感受 可能對我對時間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那更不要說就是還沒有出生 或年紀非常小的這些朋友 所以我們如果現在的民主政體 都是成年人在幫未來做決定 但是代理政治又必須要照顧到現在當下的需要的話 它內在就會有一個緊張關係 那這個緊張關係就是 你是往後代存款還是從後代提款的這個關係 從後代提款感覺上 短期之內一定會有績效 那但是長期下來 那就是這些沒有投票權的人被犧牲掉了 所以我想知道為什麼錯字比較重 因為這是關於世代之間的正義的一件事情 那些對不正義最被影響的人都還沒有出生 但是這個情況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那所以如果要說對標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對到期待之後 那這個應該是北美的印第安 應該就原住民吧 的應該是艾歐奎族吧 就是我們所有的決定 其實都是要被七代之後的子孫來評斷 那所以不是致力於成為更好的人而已 而是要成為更好的祖先 這種感覺 就是說你在期待後的子孫的 就是他們看到你的我們的排位的時候 會怎麼樣子想我們 那這個變成他們這個原住民族 就是世世代代做決定的一個方法 所以這種所謂7th generation of thinking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對標的做法 謝謝大家